您好 欢迎收看6月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花联县2号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累计36例 居家隔离90人 新增者也是属于来自万华个案导致的 家庭群聚感染者 县长呼吁返回花联的乡亲以及学子 可以向县府预约裁检 同时也会在台8县 台9县 台11县 火车站 转运站和机场 设立告示牌来提醒大家 花联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号召开记者会 并且说明花联县新增一例确诊案例 累计36例 居家隔离90人 新增者也是属于来自万华个案导致的 自从5月26号 他的女儿案6776确诊之后 那我们今天的个案8994 就一直在居家隔离中 那他与他共同生活的 就是他的妻子 那因为他们本身都在居隔中 所以在同一个住宅 但是事实上他们有做好一人一室 以及所有在主食分割 保持社交距离这个情况之下 在居隔里面 因为他的足迹并没有在外面行动 那5月26号这个案8994被居隔之后 曾经有到花联池基医院 然后做我们的核酸检验 那是阴性的 那阴性之后就一直在家居隔 那在5月30号当天 那晚上的时候 那他有发烧的现象 那个案自己不以为意 吃了一个退烧药 但是到31号的时候 这个持续发烧 因此我们就 他就打电话 晚上10点钟 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专线 防疫专线 因此我们立刻在31号的晚上 送到布丽花联医院 对于现在6月 开始要返乡 有些孩子要返乡了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预约电话 筛检站的预约电话 请我们相亲好好来运用 告诉我们在外 就业求学的孩子们 要回到家之前 请先跟花莲县政府 卫生局来预约快筛 然后回到家 先自主管理14天 另外有到花莲洽工的 我们的好朋友们 伙伴们 也请先跟花莲县政府 卫生局来做预约快筛 在这里 你健康我健康 大家都健康 你防疫 我防疫 我们的人生会很美丽 那另外 我们也会在台8线 台9线 台11线 以及我们的火车站 转运站 机场 会把我们的预约专线 把它这个告示在我们的 六大地方 把我们的预约专线 会把它放在我们的六大场域里面 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运用 现在学会表示 也希望乡亲尽量少出门 如果出门也要戴口罩 请行手 维护居家环境 共同来度过运近的疫情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